进入占卜游戏中选择租屋或是买房 接下来点选房型和地理环境 输入月薪和可负担贷款就可以得出占卜结果 民众党官网推出我们与房的距离 房运占卜游戏 呈现买房租屋会面临到的选择与困难 我大概是到2014年才开始因为 抗议这些高房价要求居住正义的一些社会运动的一些草运人士 而进入政府的一个政策规划里头 7年过去了那社会住宅的进度非常非常的缓慢 那房价依然不断的一个攀升 薪资水准也没有相对的提高 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好好的拿出来讨论 那台湾未来的总体住宅政策到底是什么 台湾人的生活应该是要以买房为主呢 还是要开始来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租屋为主 或者是台湾要不要盘点出哪一些的空间 是可以被拿来作为住宅使用的 立委张其露表示 居住正义游戏除了让民众更了解台湾房屋市场状况 也期望透过多元方式 汇集各方对于推动保障居住权利的建议 就算是租房子这件事可能也是遥远的不得了 这个租房现在可能也是住不起 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农居的这个形象真的出现 有很多其实我想媒体都已经有报道出来了 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什么 他用这个厨房啊 卫浴啊 跟床部都摆在一起 甚至在阳台上他就可以有空间来出租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总体来讲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民众 哪会推出了一个这样的游戏 当然也就是让我们的民众能知道 根据内政部6月底公布的最新房价负担能力指标 今年第一季全国房价所得比为9.13倍 全台民众想要买房 平均人得不吃不喝超过9年 占卜游戏恐怕也是反映多数小市民买不起房的心酸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